近一个月来正逢美国的开学季 自疫情以来 许多在国内上网课的美国留学生 终于真正的流动到了学校 开始恢复疫情前的授课模式 虽然美国在逐步恢复至疫情前的生活秩序 但实际上 新冠病毒丝毫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而这些只接种了国内灭活新冠疫苗的留学生们 一时间成为了病毒主要攻击的对象 据小编调查 美国各大高校的中国学生群里 都传来大面积感染新冠的坏消息 让这些身在异国他乡 又不得不去上课的中国学子 一时间陷入了相当无助的境地 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确诊 大家纷纷对国内疫苗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而早在四个月前 实名举报科兴生物制药公司的风波 最近再掀起一波新的高潮 作为中国新外疫苗龙头企业的科兴生物 最近可谓是麻烦不断 先是创始人反目成仇 不久后又被爆出子公司科兴中围 以不发奖金的方式把员工逼得离职 如果说这些人事风波还算可控范围的话 那接二连三的实名举报 科兴疫苗涉嫌虚构预防感染效果 可就成了一桩瞒不过去的大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12388的网络举报页面 科兴控股有限公司以诈骗的缘由 被多位中国公民实名举报 根据关于北京科兴生物违法犯罪的举报信的详细内容显示 科兴生物及其股东管理层 隐瞒科兴疫苗只是试苗试验疫苗的真相 虚构能预防感染的疗效 骗取人们接种科兴疫苗 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公布副作用和偶合实验数据 隐瞒致病致死数据 以非法占有医保基金实现短时间报复 大发国难财的目的 所以举报人认为 科兴医药公司构成了有组织的诈骗犯罪 这封举报信已经爆出 立即引发了大量自媒体的转发 不过短时间很快内容都遭到了平台方的删处 尽管举报信所指没有给出强有力的证据 但确实引发了不少普通群众的共鸣 微博上先后出现了灭火保护力受质疑的话题 一时间让科兴生物方面饱受舆论压力 在这整篇举报信中 最过于刺眼的就是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以及死伤自负三条罪状 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政策很明确 是围绕重点地区 重点人群禁止强制 而不是全民接种 然而 科兴公司却雇佣收钱办事的专家 夸大疫苗作用 谎称 预防新冠肺炎死亡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从不提示疫苗的副作用 让公众误以为新冠疫苗有益无害 而关于副作用 尽管科兴疫苗已经投入市场将近两年时间 但科兴公司仍没有公布副作用和偶合实验数据 隐瞒并发症 后遗症 死亡率 与科兴疫苗类似的美国主流新冠疫苗辉瑞公司 早已在美国法院被迫公开 其中光阐述不良反应的章节 达到了92页之多 抗体产生的有效率仅有12%左右 与此同时 科兴公司还通过组织一些专家匿名出具鉴定报告 谎称所有不良反应都是偶合 基础病引起 逃避最低应付的民事赔偿责任 更彰显了其主观恶性犯罪危害的普遍性 那科兴疫苗的保护力到底怎么样呢 由于科兴公司目前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实验数据 我们只能参考第三方鉴定机构的报告 比如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 与卫生部发出的联合文告 曾经就指出 研究证实比起接种两针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接种两针科兴疫苗 对于预防德尔塔病毒毒株引起的重症保护力更低 而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篇文章称 在智利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群样本中 预防感染有效率 降低住院有效率 降低重症有效率 降低死亡有效率 四个维度的对比上 跟辉瑞 阿斯利康相比 科兴的效果都是最差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信服这些境外机构 对科兴疫苗的鉴定效果完全准确 但通过百万样本 以及充分考虑了年龄 性别 种族 住房类型的差异 等变量因素下得出的实验结果 多少肯定还有些参考价值 加之那些注射了科兴灭活疫苗的中国留学生 来到美国留学后的实际感染率 确实也佐证了其疫苗效力欠佳的事实 一边是中国政府出台的最为严苛的防疫政策 而一边又是糊弄实验数据舆论民众的新冠疫苗 不知道是谁借给了科兴制药的胆子 让他们胆敢在这件事上弄虚作假 唯利是读 随着此事呼声的高涨 相信广大中国民众发起的舆论 一定能把背后的投机捣靶者公之于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